因為錢買銀河建民民 得當大家現在的錢 銀河的風格是很銀河 批判人的人 人批判人 畫龍點睛 裡面已經 我覺得還有一點天性的藝人氣勢 越走越大 魚汉瀑河的主人 是下宰的能力 金銀 堅穿客戶 一無生生 不要那麼丁壯表白 大家好 我是漁夫 歡迎再次收看 我們正港在地館長的漁夫評論 OK 去年的12月31號 我們這個省長宋楚瑜呢 忽然間宣佈了辭職 這個事情是我們很多人過年都過得很艱苦 我們病過 不過呢 我們今天特地請到的 這個國民黨的發言人蔡碧皇委員 來到我們這個現場 我們等一下會來跟他討論 省長辭職這件事情 不過這個宋省長既然已經辭職了 我們台議有句話說 一時 難比一時 辭職了以後就是今非昔比 不過 就以我們精采 這個老伯職來說 我們到底呢 省長辭職對我們來講呢 是什麼樣的意義呢 來 老師你看是怎樣 走吧 走吧 讓我們回回收 沒問題 按照我們一般的辭職呢 看這個省長的辭職呢 辭就辭吧 為什麼辭就辭呢 我們奇怪 我覺得我們這個宋省長呢 他辭職呢 應該向這個 選他四百萬多票的 審明辭職才對 可是他跑去跟行政院長 連戰辭職的話 這個連戰或者是李登輝呢 根本都涉及在台北市 怎麼會有投票給他呢 那怎麼去找他們辭職呢 應該辭職的是向我們審明辭職 第二個呢 補選就補選吧 按照我們這個審憲之治法 第六十條規定呢 省長如果辭職的話呢 就應該辦理補選 不過呢 我們靠近為止而已 我們看到呢 這個省長呢 他說呢 他絕對不再參加這個 任何補選的選舉 我覺得這樣不對 省長呢 應該再來參加 整個補選的選舉 他可以用反廢省 這樣來做他的訴求 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他就可以同時完成公民投票 看到底要不要廢省了 那麼第三個呢 就是政爭 干我們老百姓什麼事情呢 我們可以看出這次的省長選舉呢 大家可以看出來 就是國民黨的這個 終生代的一個權力的競爭 那麼既然是國民黨這個 終生代的權力競爭 那跟我們一般的省民又有何干呢 第三個呢 就是要這個修改省縣自治法 我覺得呢 既然這個省長呢 已經辭職了 那麼乾脆呢 我們就像這個 有些委員提出來的 在立法院趕快修改這個省縣自治法 乾脆呢 就把它給凍結省長跟省議員的選舉 這樣子一來呢 剛好呢 比較快的 要死就死比較快的喔 好 第五個呢 就是乾脆有我們的這個 連監副總統 連副總統兼行政院長 那麼再來兼省長 這個不是無憑無據的 我們看到這個民國38年呢 我們的這個蔣總統呢 曾經呢 在這個行政的革新一文裡面指出呢 他說他認為呢 省應該虛極化 也就是說他認為行政院長可以兼任省主席 這樣就改革了 所以我們的連院長又會多了一個頭銜 叫做連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兼省長 這樣等 那麼也可以一聘來解決我們整個省的問題 OK啊 我想很多人啊 這幾天啊大家都在找說 宋主義到底是早起早起了 那麼我們呢透過這個特殊管道 我們NG連線到了一位呢 這位是我們的這個 省政府裡面一位 非常重要的人物 來 我們來問問他 這位重要的這個省政府的這個人物 您在這個線上嗎 是 這個 是 是 是 您這個 在這個省政府裡面是 擔任什麼樣的這個要職呢 我要死已經還給人家了啦 我是那個省福利社的那個社長啊 我不是什麼 你說要死我已經還給人家 我已經辭職書 已經給他踢出去的啦 是 那麼 你等一下喔 你等一下喔 是是 你們那邊打牌小聲一點啊 不要吵到啊 好 什麼事 我們呢正在追蹤這個送省長的這個 等一下 是 你要問這個問題喔 我請問一下喔 最近有兩派喔 送送送跟讚讚讚喔 你是哪一派啊 你們這個電視公司是站哪一邊 對不起我們這個媒體並不介入這個政爭 不過我們現在正在尋找這個送省長的這個行程 您如果要是知道的話呢 我們休息一會兒以後馬上來採訪您好嗎 好 好 謝謝您 我們休息一會兒馬上回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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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高興我們訪問到了 我們這個 我們國民黨的這個發言人 我們的蔡碧皇蔡主任 蔡主任你好 醫護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是啊 我們這個知道就是說 國民黨的這個文工會主任這個職位 這塊實在是派責啦 有說不算弄罰的賣 是 來喔 不過你這樣既然這個請派責 所以我們還是要來請這個 先來了解說三黨對你這樣子的一個 文工會主任的職位呢 他的大家對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也訪問到了一些這個 這個三黨的委員 他們各自有對你一些看法 所以你看到忙收起喔 早就沒收 心理想有準備 心理想有準備好 來 好來OK 來我們來看一看這個三黨對蔡碧皇主任的看法 來 當期以來國民黨覺得文工會控制著整個黨政的關係 那麼文工會過去就好像衙門一樣的 那麼大家談到文工會的時候就有覺得他們對整個社會的一個壓迫感 那當然啊 那麼在文工會過去國民黨的政治資源 無論他的黨產啊 他們現在是執政黨 那整個的資源非常大 所以他們夾著這樣的優勢 那麼整個控制著我們整個社會的政治資源 這是他們過去大家覺得文工會相當阿法的地方 中國國民黨文工會其實我們對他們的感受啊 可以說是一則是近一則是聚一則是未知悲哀 我們對他們蠻尊敬的 因為基本上其實裡面有很多文化人在裡面工作 我們對他們蠻聚的 因為基本上我們感覺到執政黨的文工會在媒體上對新黨的封殺 可以說做得蠻成功的 在有些有線電視的節目裡面啊 即使是現場的這個節目裡面 你都會看到文工會派人到場監督 那麼他這個監督本身倒不是監督我們的言論啊 而是監督他自己派出去代表的言論 所以對整個這個言論的這個封殺 那麼控制是蠻嚴密的 以前威權時代啊 譬如說好像宣達政策的時代已經過了 他應該扮演溝通的角色 而溝通不是單方面的溝通 不是說我黨的政策怎麼樣 我來直接宣達而已 來叫黨員怎麼命令怎麼做而已 他應該雙向 也就是說不要黨的政策突然間甭一下跑出來 那麼你再來宣達再來說告訴大家怎麼做 我想這樣不好 應該反而由下而上啊 先聽黨員的意見 那麼黨員的意見怎麼樣 然後把這個意見再轉達上面啊 由上面來決定 我想可能這樣的角色好一點 來 來 這個民進黨說你這個文工會 給我們覺得一個阿把 有壓迫感 你知道嗎 你的看我現在怎麼樣 其實顏謹弘先生他是有一點 用過去的國民黨的那個印象來講 現在的國民黨 其實文工會現在根本不可能是 任何的壓迫跟控制 特別是說那個 比如說顏謹弘先生常常講說那個阿把 那個阿把 其實我不知道文工會有什麼樣的情況可以壓阿把 因為我感覺 現在文工會 如果我們說要去講過期 可能過期很早以前 這個新聞要我揣 欸拜託一下這個新聞 不是說拜託 這個新聞要我揣喔 可能那時候的電視公司 要是說那時候的報索 就開始不敢沒揣 那個時代可能是有 是那個時代有人文工會主任 在打電話 總編輯說你給我什麼報索起來 可能是有 那現在你敢嗎 我現在不敢 現在不敢 現在騙我們說這幾天 如果說 這個送行政的消息 你說你敢不敢說 你這不要給我報 或是說你給我報 不敢 你如果假裝 像這個行政的 我們還是要不要處理過 以前假裝假裝 拜託的這個新聞 是不是 在報的時候 不要把我們心裡太累了 這樣拜託可能 現在以後我拜託 是不是不要把我們心裡太累了 可能是這樣可以 所以這個時代跟已經過去不一樣 不過這個 剛剛新黨提出來就是說 在有些電視台的辯論當中 你們居然還派人去監視 監視整個黨的人講話有沒有正確 怎麼樣 不過傅昆成這個講話 傅昆成先生講這個話 我就覺得這個很好玩 他們常常抓到一點點 這個風吹草動 然後就把它軒然成為 說是什麼樣的監看白色恐怖 不過我們在訪談的時候 確實你們有 確實是有 我跟各位報告 事實上有 是有一個小姐跟著去 就是因為我們常常 我們國民黨的去常常被修理得很慘 那麼我們就來不及 因為我們一個人常常要對三個人 同台演出的 比如說總統候選人李登輝的代表以外 然後李登輝先生的代表以外 其他還有其他三個代表 常常是三個人攻他一個 那這個我一個人寄來不及啊 等一下的時間 要一個人回來來不及 所以要找一個人另外旁邊幫忙寄 幫忙修理我的 那我等一下回答的時候 是不是有漏掉 你是請他協助幫你寄出問題 幫忙寄 所以因為我自己常常一邊講一邊要寄啊 所以他一般來說 我們是有一個小姐跟著去 所以跟夫婦先生講的更好 正好是顛倒 我們不是去監看 而是事實上去幫忙 幫忙看別人攻擊我們的地方 我們有沒有講得很清楚 所以他以一個客觀的角度 在旁邊這樣看 可是我看那個小姐 不要說沒有那個單子去幫你煎 哈哈哈哈 你現在煎得很漂亮 不過這個 在國民黨裡面 像你們黨的人士認為 就是說你應該多多做溝通 而不是 而且要是雙向的溝通 不是單方面的溝通 你們現在還是用命令式的溝通嗎 其實王天堅委員講的是對的 其實我倒是覺得 現在在黨的立場上來講 應該多聽底下的意見 換句話說 決策我們常常以立懷文的聲音 常常覺得說應該要由下而上 那麼王委員剛剛講這個話 我想是一個很中肯的建言 他有感觸 他當了立法員這麼久 他也覺得說 有時候常常 上面決定了一個什麼事以後 交下來說 要我們給他立法通過 那這個時代我想是已經過去的 以現在來講 照理來說 應該先從民意代表這邊 聽聽他從民間聽到什麼聲音 然後給上面做決策的參考 決了策以後 下來才要我們來執行 這樣的時候有上有下 這樣的一個溝通 才會跟民意不會脫節 所以這個意見我是很蠻能夠接受 而且是我想我文工會 有這個責任來做這種事 好 來 今天我們在一起 你是國民黨的發言人 那我們知道最近這個 宋審長已經辭職了 那麼像我們有幾個觀點上 我們不希望說就 你因為是國民黨的發言人 所以我們把你的話 當作一個正正的工具 但是我們事實上 我們必須有一些事情 我們必須釐清 因為這是對全民是好的 那麼首先我要請教 就是說我們這個宋審長 他這個辭職呢 因為他的辭職是 他是民選出來的 過去這個沈主席是官派的 那他既然是民選出來的 他應該 他在辭職當時就有效 所以根本不必再經過 什麼行政院長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是不是您的認為呢 當然這一點 在我們目前的 所有的法律裡面 是沒有規定的 憲法上也沒有 包括我們剩下的 審限制製法裡面 也沒有這個規定說 到底他要向誰辭職 是沒有這個具體的規定 當然從理論上看起來 剛剛余霍先生 你講的是對的 理論上看起來 因為他是審民選出來的 理論上應該向審民來辭職 可是問題是審民在哪裡 比如說現在要向審民辭職 審民有一千多萬 那這一千多萬的審民 你是向誰辭職 那麼這個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過去的習慣上 或者是說我們的 行政院的組織法上面 就有一點就是說 畢竟他是行政院的 參加會議的議員 所以他就必須要在行政院會的時候 這個議員分子裡面 向行政院提出辭職 這是程序的問題 所以理論上 當然是應該向審民辭職 程序上 目前的做法是 向行政院長來辭職 因為他是全國最高的行政所長 不過就我們這個審民的 這個立場來看 就是說我們當初這樣子 要投給他一票 有那是想過很久的 就是說他開始是 審長的適合人選 所以才把一票投給他 現在希望這樣 自己我跟八成不是很可能 是 我也有這個感覺 所以我們現在為什麼這樣 我們一直希望 鼓勵宋淑儀先生 因為他的民意聲望實在很高 而且大家都很 他也做得很賣力 那麼這種人才我們也很難得 所以這個時候 特別是國家 這個整個的憲政結構 都要這樣的改變的一個時候 可能還沒有改變 只是即將醞釀 大家在商量 有這樣的改變的時候 其實他應該 這個時候為了民眾的福祉 他應該更應該趕快回來 然後把審政繼續處理下去 所以民眾一般的期望是 還是希望他回來 不過我們在看到就是說 審憲自治法第六十條裡面 就是審長如果辭職的話 那就是必須要辦理補選 現在為什麼國民黨 這個不乾脆就直接 就辦理這樣子的一個補選 因為現在目前問題已經鬧僵啊 沒辦法辦理補選 當然如果是說辭職已經準 那麼根據法律 他任期剩下一年以上就要補選 這是有這個規定沒有錯 不過問題是 這個又是一個結局的 第一個 是從什麼時候算 是他宣佈自治那天就開始算的話 那當然已經超過一年 但如果是說以準的時候才算 比如說是以準的時候 那現在什麼時候準 不能夠拿捏一個 不過我想最基本的問題 倒不在於說要不要補選的問題 我覺得最大問題就是說 我們要不要複製這麼大的社會成本 我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民眾所希望的是一個 穩定安定的一個政治的局面 大家能夠做生意 能夠做生意 生活能夠生活 各方面都能夠好好 那麼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來補選這麼一個省長 那我們特別考慮到 正好國發會有這麼一個共識產生 那麼幾個黨派之間 政治人物之間大家有一個共識就是 我們的國家的這個政治 可能要做一點點修改的時候 那麼這個時候如果來選一個 是要來比如說是要來執行 凍結審的 或者是說甚至說像民進黨講的 說要執行廢審的一個審長 這樣的社會成本我們要花嗎 那甚至造成一個社會的動盪不安的時候 比如說造成選舉的那種衝擊 然後這個衝擊 尤其是在這個節骨眼上 正好是各黨各派 甚至是很多的社會的聲浪之間 有不同的看法的時候 我們要不要付這樣的社會成本 來選這些選舉 所以基本上我們倒是應該從這個 比較社會的這個成本的角度 社會安定的角度 民眾期望的角度來考慮 我們要不要來做這個補選的工作 而不是說我們應該立刻補選 還是不要補選這個問題我想 那麼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看到這個很多這種報紙上這個傳言 就是說總統對這個事情他的看法就是說 我又不是目標 我只是仲裁者裁判 那你為什麼他覺得是針對他來的 你覺得是針對李總統來的嗎 基本上宋先生已經講過他不是針對總統 像今天的這個中國時報的頭版 他說我絕對不是來將李總統的軍 那麼這個宋先生也特別這樣表明 然後民眾一般來講也大概也不會覺得這樣 不過當然輿論上有人有這個說法是 這個明明是李總統跟很在意的說 他對人民的承諾 他說他在選舉的時候希望能夠這個做 招待這樣全國的會議 招待這樣的會議 然後對國家的整個體制 甚至兩岸關係做一個改革 那麼這個時候等於是李總統的一個期望 也是他服應人民的這個聲音的一個期望的時候 那麼這樣一個動作本身 人家就會聯想到那是不是來將李總統的軍 這個位置是不是總統總統總統 一定會想這樣 總統就是說其實這也不是 這個共識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決定 是大家商量的決定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東西本身 這個事情本身 辭職的本身事實上是跟總統 事實上是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跟行政院長 跟行政院長的關係 比較有直接的接觸 那麼總統之間 其實總統不會去管到這個省長的這個事情 所以基本上從這裡來講 那麼總統講這個話他是有感而發 他覺得我又不是目標 為什麼一定要對準我來 是不過如果他不是目標的話 現在一般的講法就是說 好不是對準李總統 那是對準連戰 也就是對準這個 是所謂的國民黨終身帶卡位的問題 那這樣子這種講法你覺得 不過這個講法其實我也不是很同意 其實我們要了解到 這一次國家整個的憲政的改革 其實不是針對人 其實是針對制度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現在行政下去實在是有一點 必須要改進的時候了 比如說常常跑一個 申請一個農田的灌溉那個水道 是 像上一中心新春南島 這個上頭回來 有時候蓋兩百幾個 兩百幾個嬰兒就對了 去中心新春 中心新春在四個嬰兒 跟幾個嬰兒有關 農林廳也有關係 那個水利也有關係 那個跟民政局也有關係 民政廳也有關係 整個這樣繞一圈回來 然後有時候還要在請示上面農委會 然後然後再下到縣市去 蓋兩百多個張 所以當民眾來講覺得說 我為了申請一條水道 灌溉用的水道 實在沒有效率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說 是不是可以減少一些層級 或者說在同一個層級之間 不要鎖那麼大人 一個窗口 就是我們總統最近不常說單一窗口 所以基本上是從這個整個的功能 從這個角度來考慮 所以事實上也不是堆子連戰院長 也不是 事實上是希望 連戰院長他也是希望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改革 讓我們這個行政的效率可以提高 讓民眾在辦事情之後簡化一下 不要 uma se sistema 你一再心情給亂 只要外交 Research 還有一個說法就是 比如像這個 我們知道的好伯尊先生 他的這個發表的言論 他認為就是說 這個根本就是審級因素 也就是說這個宋楚瑜本身 等於意思是他是外省的關係 所以整個遭到這樣子的一個命運 是不是 這個想法我是覺得 我不敢對於好伯尊先生 有什麼批評 不過我倒是覺得 有時候我們這個社會在談一個問題的時候 常常要把它扯到一些 這個社會的敏感甚至不相干的因素在裡面 這個問題的本身 其實我們憑慌就可以想到這個跟神奇有什麼關係 可是如果用這樣想起的話 很容易造成我們社會的一個對立不安 或者是甚至社會的分裂 那這個時候 我們目前我們的台灣 目前是沒有本錢 再來做這樣的對立跟分裂 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 任何的政治人物都應該 不要說政治人物 任何一個人都應該有責任 讓這個社會裡面 不要去碰觸那些 不要去碰觸那些不該碰觸的問題 因為這個時候就是論事來講 省長辭職是一件事 我們必須要處理 地方自治上怎麼樣來運作 比較會順 將來的憲法應該怎麼修改 法律應該怎麼改 這是大家應該關心的問題 可是一下子就把它 犯證的話 到碰觸到這個省級的問題的時候 我當時覺得過去給我們的教訓還不夠 對不對 像過去甚至在早期的台灣 那個早期的時代裡面 還有什麼閩克的衝突 還有其他族群的那個衝突 還有這個原住民跟那個之間的衝突 那這些衝突歷史上史跡斑斑 每一次都不是有很好的結果 都是造成社會長久的緊張跟不安 這個時候我們也才 前一陣子也才經過這個 所謂有點神級的話題的一個 一個衝撞的時代 這個時候再來談這個話題的本身 我覺得講這個話的人的本身 可能是應該有一點點深思的 不要再隨意挑動這些話題 那麼一方面人家講是認為就是說 整個省長他辭職是 有人認為他是有骨氣 那另外一方面人認為就是說 他的這個辭職的時機上 就是變成現在變成不會太痠 經過這個省中一個襲擊的 所以不會太痠 那你自己看你的評估呢 其實我倒是覺得 像宋省長本身我是蠻佩服的 因為他 他有時候講了一些他該說的話 比如說他覺得對這個省的 凍結的這個選舉問題 他是覺得說應該有什麼樣的考慮 比如說他那天在國華會的結論的時候 特別講說要做這麼大的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我們有一個組織 一個委員會或者怎麼樣 來把將來這些省的這些工作人員 他們的出路要怎麼做安排 讓他們說有一個比較安心的出路 不要人心惶惶 他們過去也不是說沒貢獻 第一個 第二個也要考慮到說 要做這個凍結省的選舉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凍結省 就可以造成這個效率提高 那麼過去這些人所做的 難道都真的是 變成是行政效率障礙的一個罪魁禍首嗎 那這一點來講他說希望大家在 將來再做行政效率考慮的時候 不當然要做垂直的思考 就是說不要只考慮在這個層級 而且要做水平的思考 這個我剛剛已經講過 就是說水平方向也要做一個檢討 那麼這兩點他提出到我覺得非常中肯 因為以一個省府的首長來講 他有責任 而且他有這樣的一個義務講這個話 可是你這樣的講法好像是說 既然他自己已經提出要橫的 直的這個思考跟橫的思考 在這個時候辭職 豈不是等於是意思 等於是他的這個時機是不恰當的 我是覺得實際上當然這個可以上去 我都是覺得像省長來講 我覺得他的用意應該是 朝散的方向來講 就是說希望大家用這個衝撞 可能說不定他也希望用這個衝撞的機會 讓大家更深入的做思考 我是覺得從這個好意上來解釋 就是他的這個這次的這麼大的一個動作 但是實際上來講當然是很大一個 正好在國化會結束 期望說有一個修憲修法這個時候 那這個時機是否妥當 我們當然 轉換那個空間就變成修了 比較早一點 不過現在這個民進黨這個立恩黨團 這個召集人林光華他就已經指出 就是說乾脆呢就是他既然已經辭了 那我們就乾脆立法院修法 把這個省憲自治法給修過了 然後一聘了剛好整個把它廢掉 那你的看法怎麼 恐怕這個不只是修省自治法 可能還要修憲 憲法的徵修條例裡面有這個選舉的規定 那不知道還要再修法 這個恐怕緩不積極 那當然一般來說 既然事情已經發生 我們當然是 以能夠以社會成本最低的方式 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麼當然修法是一條途徑 當然修法我們不要為這個事件來修法 我們當然希望像林光華先生 我也是很尊敬他 他從這個途徑來想 當然是一個好方向 但是我們希望要冷靜的是說 這修法不是為了解決目前的問題 是為了解決我們子孫 30年50年之後的這個 這個制度的問題來修 那當然能夠儘快的修 我想也是一個辦法 就是說大家只要覺得這樣做 對我們的子孫 對我們的社會有交代 我想立刻可以做 立刻可以進行 不一定要等到 非要到什麼時候來做不可 所以我覺得 他有這樣的一個 林光華先生有這樣的一個 覺得有一個修法的急迫感 那麼我也覺得說 這個實際上說不定 也是大家可以思考的一個時候 那只要大家有共識 大家很冷靜的想說 這樣的修是好的 我倒是很支持他的意見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這個宋審長辭辭了以後 他的整個的民調聲望就是增加了不少 這樣 那您對這樣子的看法 你覺得怎麼樣 是 那其實宋審長一直民調聲望都很高 從他上升到現在 民調是一直往上升 那麼一直到維持在80%以上 那麼這一次調查之後 也是有80% 顯然這個 我們的台灣的人民 一般來說 對這樣的好官一直是肯定 一直是肯定 那當然在這個時候 他有這樣一個 一個相當大的這個動作本身 也讓人覺得很悲壯 所以基本上 對他的肯定 我想也是給省長一點安慰吧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 我們這個時候倒是應該 大家都能冷靜下來 那麼包括我們所有的人在裡面 那麼冷靜的思考這個 制度改革的問題比較重要 不過這個省長的這個詞意 好像已經非常的這個堅決了 那麼像這樣子 國民黨面臨這樣子的時候 黨的高層裡面 是不是有各種 有哪些這種挽留的動作呢 其實我們現在是多管道在挽留的 其實我像元旦那一天 那麼民主黨就交代我 說總統你表示非常強烈的 而且是很肯切的 未有的意思 所以國民黨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都全部集中在 未有省長的這個動作上 當然未有 不能夠只有一個管道 是行政部門 黨務部門 甚至是地方的部門 從地方上 那麼我想大家盡力量來 挽回這個省長的這個心意 希望他能夠打消此意回來 畢竟不管是將來制度有沒有改革 改革的方向怎麼樣 我們省還是需要一個省長來領導 因為國民黨的方向就是 事實上現在省是沒有廢的 省還是存在 省還是存在 只是說他的功能上 有些必須要過去中央委辦 給省的省要還回去的 還給中央去 有些可能要下放給縣市 其實將來的權力會比較大 那這個時候省既然還存在 也沒有廢也沒有虛 只是說選舉凍結 功能上有一點點 變成成成上幾下的這個 協調功能這個時候 我們當然需要這樣的一個省長 所以我倒是覺得省長趕快回來 然後服應民眾對他的高度的期許 那麼黨也很需要他回來 共同奮鬥的時候 我們倒是趁這個機會 說不定省長正在看電視 呼籲省長趕快回來 我們需要他 不過這個我們看到這個審議會 有很多反彈動作 包括廢審聯盟 包括這個還沒有開出這個審發會 這樣子的一些這種反彈動作 等一下我們要來請問我們這個蔡主任 就是說您對這樣子的一個地方的反彈 你現在這個國民黨裡面 大概有什麼樣的因應 就是我們休息一會兒以後 再來問我們蔡主任 我們今天說不定去找那個 今天要去找那個 你那就去看 再做一個像是 OK 歡迎再次回到我們 香港在地區關店的漁夫評論 我們今天很高興我們訪問到 國民黨文工會主任 我們的蔡碧皇委員 是 蔡委員 我們剛剛提的一個問題 問題就是說現在審方面開始有一些反彈動作 包括審發會 包括這個反廢審聯盟 那麼國民黨面臨這樣子的一個地方上的反彈情緒呢 有什麼樣的一個因應措施呢 事實上我倒是覺得像審發會這麼一個會 如果是基於說為了審未來的發展 那麼開了這個會我是非常贊成 因為其實不但是審發會 連現發會 正發會 春發會 禮發會 我都很贊成 因為這個畢竟是大家有共同的一見台 參加這個國家這個整個發展的這個 這個整個各級的會議 我都還 不過如果是為了反彈 或者是為了對抗 我就覺得可能可以 如果是情緒性的就不必了 我就覺得這個好像就沒有什麼很深的意義 因為基本上有話都可以講得很清楚 比如說你為了問題那麼尖追 我還是覺得我還可以回答 這個問題 我覺得 本來就可以很多問題可以談開來的 有任何的質疑 有任何的覺得不同意 就講出來嘛 但是不必開了一個特別的政調會 來這個當彈簧床來跳 我覺得不太必要 這個宋楚瑜以前講過國民黨又不是彈簧床 所以我倒是覺得說當然這些 這個省議會的這些同仁 他們也都是社會上的這個政治的精英 那麼他們願意對這個省的未來的發展 那麼提出建言 我是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是樂觀其成 是 那麼我們這就是目前現在在國民黨黨內呢 很多人已經出了這個 大家都是分頭 是出去找這個宋楚瑜 他目前得到最新的消息是怎麼樣 最近事實上是可能還沒有正式的聯繫上 大概只限於這個跟 宋先生旁邊的一些 朋友聯繫上 而已 所以基本上 李主席的指示是還是 全力在 在跟他溝通 希望能夠 大家冷靜的來談這個問題 所以我想基本上 那個 內政部部長那個林鋒正先生已經在找了嘛 是 看到報紙好像說好像有找到還是怎麼樣 那目前他有沒有這個軟化的這個跡象 不是那麼詞意堅決 我想這個還談不上 因為基本上 他做這個決定應該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所以 所以談到什麼軟化或者是堅決的辭職 或者什麼 我想目前還談不上這個狀況 不過基本上我們倒是覺得是 這個問題是可以談的 而且是 我們也覺得很願意 那麼 宋先生他的想法 跟一些 這個不管是支持 這次的國華會的決議 或不支持國華會決議的人 我想我覺得 我們都應該持續談下去 所以在國華會結束的時候 我就曾經講過一句話 我說 國民黨的意想是希望 協商的機制 繼續 進行 不要說因為國華會結束就已經結論了 就好像可以就這樣做了 我倒是覺得 還有很多的細節 必須要不斷的協商 比如說我們現在說要凍結 審的選舉 怎麼凍結法 哪些功能必須要釐清的 這些恐怕都不是 一次兩次的協商 可以解決 所以這個時候包括 宋先生在裡面 包括也一些 不管支持的反對人在裡面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 持續的溝通 這對國家來講才是福氣 不過總是要有一個 這個 樓梯給我們 升上走下來吧 像目前 我們不曉得 就是說目前 因為國民黨畢竟是執政黨 對我們這個整個國家 人心 來講 現在生長姿勢 畢竟是已經非常大的事情 那 國民黨裡面有沒有 準備了各種 因應的方案 來因應這些 其實目前是 還沒有 我抱歉你說 這實際上 目前我們沒有什麼 應用的方案 目前我們 我們應化這一個 全力 挽留 全力未留 所以目前我們進所有的管道 進所有的努力 那麼希望能夠把我們 省民的意識 把我們這個 執政黨裡面的 同仁意識 清楚的表達 希望省長 趕快回來 OK好 我們那是 接下來 我們要來 跟各位來一起來了解 我們這個 蔡壁房 蔡主任 這樣子的一個人 你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 我們還是請三黨的人 來說說你 我們起來看看 蔡壁房 蔡壁房 我們私底下有時候 半開玩家說 他說 放屁菜 那這個當然不是很好聽的話 就是說 意思說 他不是講他學者 或是他博士 心中認為對的話 常常講一些 國民黨上面的人 要他講的話 或是 幫國民黨擦屁股 擦粉抹音筋 那種 光明堂的話 所以 變成說 讓我們覺得說 他講的話 跟他這個人 沒有合在一起 當國民黨文工會的主任 是一個 很難過的職務 因為他只能講別人的話 不能講自己的話 而且還要講 有時候要講假話 也許他有些話 他是不知情 不知情 有些事是知情 也不能講 所以我覺得這個 做文工會的主任 是一個很尷尬的 就算是從發言人的觀點 他在很尷尬的一個角色 蔡壁先生跟我 當然DG我們同事三年 現在也同事一年 他做得還蠻好的 因為他的反應也蠻快的 他Stanford大學的博士 很不簡單 那麼 只是說了 我就是論事來講了 他條件都很好 就是說 立法委員來 監這個位置 尤其是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來監這個位置 是不是恰當 我想先從這個職務功能來談 那麼 本來他在 第一任的時候 在立法院的時候 他蠻積極的 我們一起常上電視啊 我們兩個常常聯合啊 跟別人來辯論啊 那麼現在好像 他在立法院講話非常少 包括在國事論壇啦 院會啦 委員會啦 好像看他講話可能很少 我想可能是不是太忙 那麼這樣的兩個 這麼重要的角色 一個人來監 是不是恰當的問題 蔡壁壁先生 我們是好朋友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呢 要拿起良心 而不要把國民黨的這個 他的很多的作法 對社會有危害的 你也要強硬把它變成 說成事 這樣對你個人 或是對社會 國家都是不利的 因為你這樣的作法 使人家覺得 這個國民黨 幾十年來這種 阿霸的氣息 朗朗沒有改變 蔡壁壤委員 我倒是有一個很 鄭重的建議 必要說像宋楚一一樣 該放手一搏就放手一搏 必要說說 講一些NO 我想這個 你可以考慮看 OK 我們剛剛看到這幾個 委員對你的這樣講法 那麼 你的看法啦 比如說這個盧修憲說 你要像這個宋楚一一樣說NO 其實幾個在野黨的委員當然 雖然是在罵我 不過我想基本上還是好意 基本上他說也不要為國民黨擦屁股 不要講假話 要拿出良心來 這個 而且這個話都是 我把它當作一種期許 為什麼呢 其實我剛剛上任的第一天 我6月14號 6月14號接文空會主任 就是 去年的6月14號 那麼我那天我就跟媒體講一句話 我說 我 絕對不是國民黨的化妝師 因為國民黨不需要化妝 也不需要包裝 我的承諾就是 我希望能夠把國民黨真實的面貌 包括好的壞的 一定要跟國人重視的呈現 可是你那時候還把這個 經濟部長王志剛跟財政部長 這個 邱財政部長 全部把人家臭罵一頓 所以 余霍先生你就很能夠了解我這個心理 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你不會變成有一個現象 比如說這個王委員 王正信委員他的講法就是說 因為你本身又是立委 然後你又要代表民意講話 那你本身又是國民黨的文空會 又要替黨來講話 那這兩邊你怎麼樣調適呢 其實我覺得不衝突 比如說 尤其先生你剛剛舉的 王志剛先生跟那個邱財政 我當時也講 他這兩個是好部長 非常認真的部長 可是在兩件事情處理上 我覺得跟國民黨的意思脫節 比如說 有關勞工的退休金的那個 免稅那個方案 明明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包括林之嘉先生 包括鄭鴻使先生 包括林錫山先生 他們幾位好幾位提出來的案子 那麼 邱財政也 老早就知道 結果一定是會 到那個程度 那個時候 他做的有點不太乾脆 就是 一再退 人家說他退了五次 退到最後還是要 承諾這樣的事情 那這個本身就是 讓新黨跟民進黨都進來以後 他才 答應 那等於說這個功勞本身是 是三黨評分的 那麼如果是當時他一開始就覺得說這個事情本身是一定要做的 而且對民眾是有利的 而且是理直氣創的 當時就應該答應林之嘉 林錫山跟那個 鄭鴻使他們這些委員 就這樣做 這個時候是功勞全部是國民黨的 所以我想我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 一方面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一方面也是國民黨文工會主任 我覺得是國民黨應該做的事情 對民眾應該加的是我們應該做 比如像中有的公安事件也是 王世光先生是一個好部長 大家都知道他很認真 可是在這個事情處理上 因為慢了一步的結果 人家覺得說他這個好像是有點笑話 所以基本上像王天靖先生講的說我 兼了兩個職務 其實我這一點我覺得是 這個當時設定這個職務本身 為什麼 以前沒有兼現在有兼 為什麼要這樣子 其實當時的設計就是 是因為行政院長 連務總統兼行政院長 以後才兼 我想倒不是這個意思 倒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主要意思就是說 我就可以代表國民黨在立法委員裡面做一個政策性的講話 比如說像上次有關 這樣子你跟那個黨團幹事長又不會 不會 黨團書記長又不會發生問題 像上次吳民議長就要我去代表講有關這個 這個 有關這個 哪一個問題 就有關這個比如說是媒體的這個問題 那我就代表這個國民黨講話 那為什麼我不去 像王天靖委員他講到說為什麼我不去國資論壇 這有一個笑話 我有一天早上我真的去登記國資論壇 因為黨團動員說 大家都要去登記 那個部分區的你更應該去登記 我覺得那天早上6點多鐘我就去登記了 結果一登記啊 三個黨團都罵我 你看你一天到晚上電視 你現在連這個要抽籤你也來跟我們抽 你在安什麼心啊 你按什麼心 連這個都要 連這個三分鐘你都要 所以我就覺得說好不好 那既然是這樣我就這個就不講 我就變成是有政策性的需要的時候 那我就是代表上去替國民黨來辯論 那好幾次啦 好幾次就是在委員會裡面 那麼我都站出來 要替國民黨的政策來做辯護 因為有些東西 本身 我在聯絡這個行政院的時候 那麼有這個身份是比較方便 畢竟有一個立法委員的身份 要跟行政院做聯絡的時候 那麼很多的事情的處理會比文工會的主任要方便很多 所以基本上 文工會主任 部分區立委跟文工會主任本身的角色並不衝突 因為兩個都是黨的意思 那基本上還有一個做事的方面就是 跟行政院方面的 政策性的聯絡跟辯論 方面我會方便很多 然後黨在立法委員裡面也變成有一個很正確的一個 方向的一個聲音在立法委員 不過剛剛這個魯委員的講理是什麼 蔡放屁 吳修一 吳修一魯委員他常常是喜歡開玩笑 不過他拿我的名字倒過來唸 來開玩笑 因為人家修理他說他的三個字倒過來唸也不太好聽 所以他說我的三個字倒過來唸好像更不好聽 所以他老是喜歡開玩笑 我這個好朋友嘛 我想開玩笑 無所謂 這個 我用名字開玩笑比較不雅 OK 我們最後談談這個輕鬆的 就是說 我知道你這樣每天大概是游泳有1500 是不是現在還保持繼續保持這樣 保持每天都游泳 每天游泳還是保持這樣一個 不過聽說我最近就是國發會呢 對這個神要整個虛句話要來減肥了以後呢 就聽說你的兒子也減肥成功了是吧 我想過去是比較胖 因為他很壯 他183公分 那後來原來是 一百零幾公斤 後來他自己覺得說他不太 不太想讓我胖 因為覺得說好像太胖會睡覺啦 不想讀書啦 想吃東西啦 喜歡開冰箱 他自己回來跟媽媽跟我太太講說他想 老師給他一張單子 三種的一生開的 他就真的就照老師講了 吃三天 然後三天就正常吃 結果一下子就掉到八十幾公斤 我倒是可以提供 如果有觀眾朋友願意這個 這個三立頻道的特殊服務 我可以提這個菜單 OK 我們最後一個最簡單的就是說 一個結論就是說 你那當然文工會主任以後呢 對你自己不管愚公愚私呢 有什麼樣一個最大變化 簡單的幫我們 基本上我一再講說我不願意化妝 是 所以國民黨在改革的訊息 一定要讓所有的觀眾朋友 所有的那個民眾來知道 所以我也跟記者們 我也很開誠布公講 你隨時可以找到我 所以你看我身上隨時帶著BB code 行動電話 所有能夠加入到我的東西 我前面會帶在身上 24小時 那麼記者先生小姐 他們常常有時候很緊急的 晚上半夜 呼叫我還是可以回答 我想 這我想能夠提供這個呼 我的意思就是說我無所遁形 我希望是 國民黨也是一樣 無所遁形 讓所有的 全國的 人民 都能夠清楚看得出國民黨的改革 那這個 我是一定要做得到的 第二個就是我希望能夠用 過去那種 喜歡做那種大堆頭的造勢活動改了 那個因為國民黨 總是讓他覺得財大氣壽 實際上國民黨現在也不可能財大氣壽 因為 這個事實上要養這麼多人其實已經不容易 所以這個時候我是覺得說 用服務性的活動來代替過去那種所謂的造勢活動 我們希望是到自然人潮的地方 比如說像大學博覽會 我們提供給你大學的訊息 一點也不收取費用 一點也不是說國民黨做什麼 但是國民黨默默的讓你知道說我們在關心你 考試的孩子 他的成績 收到的時候要填志願 你來參加大學博覽會 國民黨提供給你這個 所以已經開始不用那種大型的花錢式 我們都這樣做 我們大部都這樣做 所以 是 OK 好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這個 蔡主任來這裡跟我們這個坦誠相見 那麼所有的問題都願意回答 好 那麼我們非常謝謝這個蔡主任 周立見的文光會主任 周立好 OK 好 我們今天謝謝這個蔡主任 另外我們正在這個連線上面的這一位 台灣省政府的重要人物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採訪他 我們先送走我們的蔡主任以後 馬上回來 謝謝 謝謝 OK 好 歡迎再次回到我們 這位在地關店的漁夫評論 我們在哪裡一直在找我們這個 台灣省福利社的社長 他不曉得他跟這個 我們的省長宋楚一樣 這個行蹤沉迷 不過我們終於跟他電話連線上 來 你好 你還在線上嗎 我吃啊 等一下喔 是 這個你怎麼電話這樣打一通以後 就人就不見了 對不起 我們正在跟這個國民黨的文光會主任 正在談這個省長的事情 不過我們知道您目前 現在我們先請教您這幾天 到底都到哪裡去了 我跟你講喔 這個這幾天喔 我從那一天喔 把那個辭職 辭職聲明喔 宣讀完畢以後 是 那我就在台中的那個經國路 感觸很多啦 是 那天喔 又風雨交加這樣子 那之後我就北上喔 到那個台中縣那個豐原喔 是 那個蔣公路啊 我到那邊的時候喔 雷電交加 人臣共憤 是 我跟你講啦 之後呢 我其實是沒有什麼好隱瞞的啦 是 那我又到了那個 台北縣啊 那個登輝大道 是 我那個時候就 已經時間有點趕嘛 來不及嘛 我就到那個 新元居喔 去給他救便宋 喔 李總統的這個老家就是了 我給他酸酸的 蛤 不是啦 我的 那個 小朋友說啦 尿尿啦 是 我跟你講喔 然後接著呢 我就到士林去了 士林 我跟你講 我不是到那個士林官邸 是 我是那個 一個習慣性啦 我就喜歡 到老趙那邊喔 去看幾本漫畫書啦 喔 那是 宋神廠最愛去的那家漫畫店就是 喔 這樣子喔 我的長官也去那邊喔 奇怪 我怎麼從來沒有碰過他呢 沒關係啦 我就在那邊喔 看那個 聖堂教父 給我啟發很多 是 然後我又因為時間多嘛 我那閒的也是閒的喔 我就跟他租了那個 灌籃高手 灌籃高手 講到這個高手喔 就讓我想到那個 高手 高明 高招 高竿 這個士啊 餅子喔 好啦 沒關係啦 這個餅子喔 一樣啦 大家消毒會丟啦 喔 不過你這樣子 慈禮好像瞬間了 可是大家都在找你 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不就是因為喔 那個 我也在找啊 我每天在看報紙 是 就是偏偏有一個人喔 不找我 我跟你講 我為什麼去看漫畫書 你知道嗎 是 因為 我們福利社喔 省福利社關起來以後 我們一個最大的福利 我們那個漫畫書 我就沒得看了 喔 那個 這位校人朋友 你是漁夫嘛 是是 那這幾天喔 我們省發生這麼多事情喔 你們那個漫畫一定畫很多喔 是 我跟你講 很好笑啊 真的喔 我跟你講喔 我 就是那一天喔 在 他們去打高爾夫球 是 就是那個 就是李總統 李總統跟一個媒體老闆去打 打高爾夫球 我跟你講 是 我也給他潛進去打 真的 不是 我去當甘地啊 他都沒有認出我來 當甘地喔 對啦 那個李任輝喔 他就說喔 我是裁判 不是目標 空 就一個球就打到他 哪有人講話那麼笨啊 人家在打高爾夫球 跟人家說他是目標 是目標的話 就 被打得滿頭包 這個喔 叫做 善友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只是食喝味道 你給他想想看 打高爾夫球 像上次 民國79年 這個高爾夫球 臨終全會的時候 是 打到第八洞 不是 第八的 第八洞 他就開始打 不錯 馬上就安上國嶺 李登輝的這個高爾夫球技是很好的 馬上就可以安上國嶺沒有錯 讓國嶺可是沒進洞啊 我就在旁邊啊 偷偷的臨門一腳給他 就給他弄進去了 就讓他一趕進洞就是 對啊 沒想到 赤道如今這個時候 有一句俗語說 那個 什麼死 什麼亨啊 鳥進 什麼進工廠 吐死 狗亨 然後這個鳥進工廠 簡單一句話說啦 吃要死 吃要死 吃吃沒老弟子 說什麼我卡位 那個揮鼠流的人說 我都是纏著別人的頭顱 不利色社長有什麼好當的 你以為我喜歡喔 是 不過我們要請教你 辭職了 那你以後有何這個打算 喔 我喔 我到行政院啦 到行政院 當行政院長嗎 不是啦 那個軍公教福利中心主任啦 一脈相承嘛 是這樣 那這個 有可能啦 有可能啦 不行的話我就到總統府啦 到總統府 對啊 總統府前兩天不是都有開放觀光嗎 我以為你要選總統 那我們知道有 有這個 職教編怎麼樣 教書呢 教書這個是 我真的有在考慮啊 我到一個那個海事專科學校 水產製造科 教那個 食品冷凍學 我跟你講 不管是農租啊 動肉啊 動什麼東西 動省 動省我特別內行 我都有辦法給他解決 那參加補學有沒有可能 我跟你講100%不可能 那1000% 我也不會跟其他的那個什麼黨合作 那這個反會省聯盟呢 黃昏省聯盟喔 我跟你講100% 不會 100% 不會啊 你這個神經病啊 我是一個福利社的那個社長 我跟他選省長喔 我是怕神經病 我去笑啊 我怎麼有可能嘛 對不對 是...這個也是 不過現在目前有很多這個新聞界的朋友 還有我們這個黨政高層啊 那麼也到處在這個找這個省長 還有 也在找你 那麼到底什麼時候要出面呢 出面喔 是 奇怪 沒事看叫我出面 好啦 我跟你講啦 我這個人喔 是有求變應啦 你要我出面我就出面啦 是 啊 你們有沒有那個攝影機 不然怎麼可以看得到我咧 我們的SNG呢 現在正在你的這個 現在正在你對 正在你的家門口而已 哈 你稍等喔 我才不會來 好 喔 呃 你要不要出面啊 你這人是給你笑的喔 你叫我出面我就出面 我剛剛吃飽啦 我吃飽你還要我出面 我現在就要出啊 好不好 對啊 不是 我 怎麼會是這個出面呢 是啊 所以我剛剛問你啊 你就確定要我出面 啊我就出啊 這樣還不夠意思喔 你這個人很奇怪耶 啊 是是的是 我是 我就已經在出面了 好 我趕快把他出啊 那你要不要出啊 哈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不過呢 我們這裡終於呢 找到了這一位老三 我們也非常的謝謝他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OK 明天在同一時間 漁夫評論一起的 大家再會為台灣發表 來 明天見 拜拜 謝謝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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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賞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